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上个视频我给大家讲了 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的区别 就有很多朋友关心 现在民营加勾站的油到底能不能用 是不是像很多人说的 民营加勾站的油又便宜又耐烧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那最近这两年 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的民营加勾站 像雨后春笋一般 新建的到处都是 甚至有的地方不太长的一条路上 可能隔个一两百米就有一家民营加勾站 而且有的加勾站 确实生意还不错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 不放心民营加勾站的油质量 到底行不行 其实这些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在最少十年以前的时候 很多民营加勾站的油 确实质量非常的差劲 可能你只需要加一次 就能把你的发动机给搞坏 特别是三元催化这种东西 很多略智的汽油加一次 这个三元催化就能堵死 而且这个三元催化 堵死以后是不能再清洗的 也不能再用 换起来非常的贵 特别是三元催化的养传感器 这个东西对汽油的质量 要求是非常高的 在零几年的时候 我刚进入汽车维修这个行业 我记得当时在工的当中 经常遇到车主朋友 和加勾站的负责人 一起到修水厂修车 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车主在加勾站 加了一箱油 然后车子出现问题 然后车主怀疑是 这个汽油质量引起的问题 所以就一起到修水厂 看看到底是不是因为 汽油质量太差 引起的发动机故障 那最后一检查 都是因为汽油质量太差 导致三元催化损坏 或者是养传感器损坏 有的喷油嘴也会堵塞 还有这个汽油滤芯 汽油棒都会损坏 而且这种情况 在当时非常常见 一年总要预见几次 那最近这几年 这种汽油质量太差 引起的发动机故障 非常非常的少见 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的 最多也是把柴油 挫加到汽油车里面 或者把汽油 挫加到柴油车里面 所以现在明加勾站的油品质量 一般都没有问题 像我自己的车 买完到现在 去中式化中式油 加油的次数 趋之可数 基本上都是在明加勾站 加的油 到现在也跑十几万公里 车子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第一明加勾站油 确实非常的便宜 第二就是它的耐用度 我感觉和两桶油的耐用度 都差不多 那很多人觉得 为什么明加的油那么便宜 是不是质量不好 其实并不是因为质量差才便宜 是因为汽油的利润 实在是太高了 像现在 因为很多私营加勾站 他们的活动力度比较大 对这个两桶油的冲击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现在很多中式油中式化 也会搞活动 比如说周六的时候 可能直降一块五 或者是周天的时候 直降两元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活动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汽油的价格六七元 直接直降两元 还能有利润 大家想一想 这个利润有多大 私营加勾站本身的品牌认可度 就没有两桶油高 所以在定价方面 不可能像两桶油一样 所以只能降低自己的利润 最起码还有一些客户 有一些市场 总比没有生意好 那为什么明加勾站油很耐烧 主要还是因为 现在市场竞争太激烈 你只是价格便宜还不行 还要耐烧耐用 因为价格便宜的加勾站太多了 所以很多民营交站 直接把95号的汽油 当92号再卖 有的可能是比92号 标号高一点 比95号标号低一点 这种油当92号再卖 所以咱们用起来 感觉比两桶油的92号 要耐烧一点 其实这样 他们也是赚钱的 只是利润会更低一点 虽然一升油少赚一点 但是来的车多也可以 再加上现在 咱们国家的环保政策 非常的严格 像以前一些小的炼油企业 都已经被迫关闭 那现在只要是正常 营业的炼油企业 他们的级别 他们的标准 是绝对符合 这个环保政策的要求 所以说呢 这个油品质量 也是有保证的 那民营加勾站的油 都是通过这些 大的炼油企业获得的 不可能有其他的途径 再说民营加勾站本身 现在投资一个加勾站 少则几百万 多则上千万 所以啊 这个加勾站本身 他也不想用略值的汽油 欺骗消费者 因为现在的信息化社会 只要有一辆车 在你这里加油出了问题 不出一个星期 肯定会传遍全程 以后谁还敢来你这里加油 那到时候 岂不赔得谢本无归 现在很多加勾站的服务 也是很好的 都有自助洗车的服务 加油免费洗车 而且呢 还推荐办卡 所以加勾站啊 他本身赚的 就是回托客的钱 所以只要是咱们 生活区内这些民营加勾站 他们的油品质量 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大家是出去游玩 走高速 或者是一些偏远地区 这些加勾站啊 大家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些加勾站 基本上都是过路客 所以他们的油品质量 就没有什么保证 特别是高速服务区的油 别看很多都挂着 两桶油的招牌 其实很多都是被私人承包的 他们根本不考虑 你会来第二次 总之现在很多 民营加勾站的油品质量 都是有保证的 特别是一些连锁品牌 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呢 你可以到这个加勾站的路口 问一下刚加过油的司机朋友 很多都是老客户 从他们口中肯定能得到最准确的答案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小韩的视频 就给小韩点赞 转发加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 请客人으면서观看 中文革儿 证明 ует오